好 一起來看看我們吃了哪些垃圾還有恐怖的東西到我們的肚子裡頭 那麼正義香豬油 驗出雞的成分 這麼打緊 還驗出了重金屬 鱷 鱷是什麼啊 鱷 鱷是什麼 各位觀眾看一下鱷 鱷是什麼 這是一把菜刀 危險物品 小朋友不能學 這個就是鱷 它在刀�上一定要抹上鱷 為什麼 因為它能夠防鏽 這是最大的用處 其他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大家在想不到的 剪刀啦 前面 這一定要用鱷 還有什麼 尺 連尺都有 你知道 奇怪了 天惠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出現在這裡面 連我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叫做什麼 大部分叫做六架鱷 六架鱷會出現在這些東西上面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防鏽用途的 好 我們豬品的原油裡面 有豬 有時候甚至驗不出豬的成分 只有雞 然後鱷竟然有百分之零點一七 對 這鱷對我們人體的危害就有多大 那麼包括像國外 在美國也有 因此而致癌的案例 小蝦米搬倒大驚人 對 這個真實的故事 在電影上搬出來演 這個永不妥學這個故事裡面 在二零零年上映了 這個真人真事的故事裡面 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我們看後面 它竟然被罰了一百五十億 罰到達 台幣 為什麼呢 台幣 為什麼呢 因為鱷會致癌的 剛剛鱷哥提到的 為什麼鱷會致癌 其實我們跟觀眾報告一下 鱷它有三駕鱷跟六駕鱷 有三駕鱷跟六駕鱷 自然界的鱷是三駕鱷 自然界的微量三駕鱷 對人體OK 沒問題的 它還有幫助 但是對人體絕對傷害的六駕鱷 六駕鱷屬於氫離子 那麼氫離子 就是危險了 它就會致癌的 而且你看上一次在高雄日月光排出來 毒水 農民都不敢下田 他說這個下田裡面 腳會爛掉 為什麼會爛掉 就是六駕鱷 它對皮膚會產生所謂的鱷瘡 對 如果身上皮膚有傷口 它就進到人體裡面了 這個就是吸入六駕鱷之後的結果 直接吸入的話 72小時就會得肺水腫 史諾恐怖 大家就曉得 它吸進去以後就是肺 然後進來肺之後 光皮膚就產生鱷瘡 竟然出現在我們的食品裡面 對 這個東西剛剛跟你提到的 它是在工業用才有 自然界怎麼會有這東西 自然界的三駕鱷也很微量 在豬油裡面驗出這東西 工業的廢棄物有電鍍 你電鍍的時候 電鍍的藥水可能會有 因為有什麼 金屬 怕氧化 所以這個怕生鏽 加個 所以在工業上 不管是在這個金屬工業 甚至飛機工業 甚至譬如說 聽不下去了 我真的覺得就是黑心 沒什麼好說的 他說豬油裡面含雞 是不是有炸雞油 是 炸雞油回收 這兩個可能性 按照一般常理來判斷 為什麼這個豬油裡面竟然有雞的成分 有雞的成分 兩種可能 之前也一度傳出混牛油 對 那很多人不能吃牛肉的人 不都吃了 對 為什麼有雞呢 兩個可能 第一個 比如說炸雞 電的雞的回收 回收油 因為它有雞的成分 炸雞 第二個可能 各位看一下 我們為了這個畫面好看 不敢用比較髒的 太漂亮了 髒的就是什麼 雞皮 雞屁股下角料 因為外國人 國外 包括台灣 都不喜歡吃雞皮 或者雞屁股 雞腸子 那些雞的內臟 本來是要拋棄的 廢棄物的 炸出油出來 所以說上的油是 這個就是雞油 這個雞油炸出來像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加牛油跟炸雞油 兩個差別在哪裡 牛油 當然雖然便宜 但是牛油有味道 它不能加多 會有牛的味道 那麼雞油沒什麼味道 所以加進去可以加很多 而且它凝固的時候 動物油都是凝固的白色的 都一樣 看不出來 但是這是有問題的問題 在除了它的油是來自它的內臟 內臟 內臟 它的問題是在豬油裡面 不應該有雞油在怎麼會 不管它從哪裡出來的 我們吃了四個東西叫豬油 我們去吃牛肉快跑裡面 怎麼可以會有雞 不是說你出來吃好的雞肉就可以 但我們純論健康 健康角度來看的話 最嚴重問題是在於內臟的問題 抗生素退不中 我覺得今天不是健康的問題 今天應該是它賣什麼東西 就應該是什麼東西 我們是要牛肉 就是要牛肉對不對 而且今天看到它的罰則什麼 好像都沒有什麼罰則 好像都很輕 都覺得這些人只賣隨便賣東西 都沒有關係 這也是詐欺 為什麼豬油裡面有雞油 你看豬油是這個樣子 這個雞油這個樣子 所以接下來請總編 給告訴我們這些黑心大廠的 黑心內幕好不好 還有下一個是誰 會是誰 其實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就好像鼎心買了那個 他當初接手那個油廠的時候 他的做法 他就是直接把人家原來煉油的班 把它直接裁掉 那你知道人家本來煉油班 是非常有人情味的 就是他們不但炸豬油 他們本來健康到什麼程度 炸完了豬油的那個剩下的豬肉 有沒有 他也讓員工帶回家吃 對 但是他把這些裁掉之後 就直接蓋了一座脫臭廠 在那個地方 花七千萬 你想想看 在一般上市公司 七千萬的決策有沒有 七千萬的決策 總經理都沒有成績做這件事情 一定是董事會的成績 才能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今天跟你說 他不知情 你有相信這種事情嗎 正常的腦袋都不會相信 有這種事情 所以你就知道 他很明顯是蓋個脫臭廠 要幹嘛 就是把處理掉一些很噁心的東西 那什麼很噁心的東西 會臭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些動物內臟或是下角料 就是一些病死豬 病死雞去收過來 對 那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最早他就是做這件事情 才用 才變成收水油 他才把成本cost down到二十六塊 等一下 你說那個病死雞 難道這些雞 已經沒有豬的成分在裡面的雞 都可能是死雞做的 而且是生病死掉的 那這是無良 但是因為那個 就沒有什麼成本很便宜 就收過來 因為人家都丟掉的 所以你整批收過來 根本沒有什麼成本 不用錢就可以把它整批這樣 整批帶走 所以我才說問題就是在這個地方 成本更低 更低 為什麼親王講說脫臭廠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脫臭脫色脫酸 好的油脂 植物油冷壓就可以了 動物油稍微油炸一下就可以了 為什麼這個做法呢 就是劣質油 還那麼費工 對 劣質油才需要脫色脫臭脫酸 你看以前正義豬油 香豬油是很久的老的廠 他以前為什麼他做出名 為什麼他不需要那個脫臭廠 他不需要嘛 因為很像我們在家裡練過 整個家裡都是香到外面去 那所以當他蓋這個脫臭塔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應該知道了 所以他的員工上上下下都知道 他在練什麼東西 不是自行檢舉 不是只有少數人知道 他們員工不敢檢舉 因為你檢舉 你才拿那麼一點點檢舉的幾十萬 我怎麼可能要抱著我 所以這應該是政府的一些政策 應該去保護所謂的吹哨者 他們可以去做這些檢舉 然後受到一定的人身安全的保護 如果我們不做這種東西的話 現在你看這個東西存在了九年 也是這裡兩年 才一件一件爆發出來 這個不就是騎上門下嗎 議員 就是像今天爆出來的最近消息是 他們旗下的這個松青超市 用這個過期肉品 那過期肉品之後 然後再做成一些熟食 那這是怎麼樣 就是說 還是說這已經也是在超市裡頭 一般來說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傳出超市的員工 其實很多員工爆料就是說 例如說滷肉或是一些隔夜的菜 他們會加熱之後再拿出來賣 那今天松青超市也傳出說 其實他們過去就把這個 過期四個月的香腸 再重新拿來煎過 再放在便當裡面再拿來賣 過期四個月 對 過期四個月的香腸 對 過期四個月的香腸 應該吃不出來吧 沒有壞掉嗎 反正就是醃製品 連這種收水油 這個飼料油 它都可以賣了 更換是過期的香腸 那剛剛講說頂心其實過去四年 長期的這些問題 就是因為有無能的政府 才造就這樣子紅頂商人 他穿梭在這個政府之間 官商勾結 才導致我們民眾今天嘗到的這個惡果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像這樣子的問題 層出不窮 那頂心他今天推說他不知情 可是實際上他自己的自由廠 就像越南進口飼料油 長達九年飼料油 他自己就在做這件事情 那今天可是收押的 卻只有他旗下的總經理 到現在董事長都沒有被收押 政府難道這些高院員都不知道嗎 難怪江儀化被罵 他哭的時候我就覺得算了算了 我不知道 他哭那個根本就不演戲 我認為江儀化應該下台 江儀化要負責 但是必須講大家必須搞清楚 我們一直反對政治力介入司法 所以當我在批判司法的時候 就是這些檢察官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馬總統或者是江儀化去下令說 把他抓起來 那天啊我們又回到白色恐怖 所以要分清楚 好來自澳門的婷婷 你現在是想要逃出台灣了是不是 因為我剛來的時候 覺得台灣應該是 東西很好吃然後很健康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在大陸的話 吃東西我覺得應該會早死 可是我覺得來台灣應該會比較安全 可是現在爆出這個東西啊 我覺得 我因為是要該考... 對 考慮一下我要叫計程車回去 那個桃園機場 所以就回去 那如果你發現 澳門的油是從台灣進口呢 那就... 可以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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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罵他 可以餵一下子餵 瓜哥回來再繼續罵